欢迎您来到80有声书频道 今天很高兴为您分享 20堂商业思维进阶课 内容丰富 知识量巨大 以20位世界知名商业精英为切入点 涉及众多行业和牛人 让您开眼界 增智慧 作者是 环球人物新媒体中心 智力环球人物新媒体内容的生产 开发及衍生 推出了一系列优质原创内容 有文有解有态度 有声有色有腔调 09恩佐 法拉利 恩佐 法拉利 月马永不止步 法拉利这个名字 你一定耳熟能详 不过 此刻浮现在你脑海里的八成 是那个著名的月马 标志吧 顶级跑车 土豪标配 刺激的F1方程式比赛 其实这些文化符号 都源自汽车工业历史上的传奇人物 法拉利汽车公司创始人 恩佐 法拉利 法拉利这个人是一个他已不在江湖 江湖却仍有他的传说的人 什么样的人物才配得上传奇呢 一种是事业上获得了广泛的认可 或在业内首屈一指 或对人类进步做出了贡献 这一点 法拉利有 创建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汽车公司 至今仍是全球顶级品牌 拥有一万级的粉丝 一种是 开创了某种文化 引领了某种潮流 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这一点 法拉利有 他为世界赛车运动 做出了卓越贡献 现代赛车文化由他兴起 由他主导近70年 他被誉为赛车之父 一种是拥有戏剧性十足的人生经历 精彩分成 跌宕起伏 这一点 法拉利有 辍学 打仗 开公司 制霸赛场 情人无数 痛失爱子 还有一种是靠时间取胜 换句话说 就是活得够长 就连这一点 法拉利也有 1898年出生 1988年去世 活了整整90岁 如果上述任何一种人生 都不算白活 那么 四种人生战权的法拉利 足以被称为 开挂中的 开挂传奇里的传奇了 永不止步 这是法拉利 终其一生都在坚持的信念 也是他事业取得 巨大成就的关键词 事实上 不断进取 勇往直前 是几乎所有企业家的共性 但能做到法拉利这种程度的 却举世罕见 实例第一 把握自己的命运 法拉利是一个既精通赛车技术 又有敏锐商业头脑的人 这让出身底层的他 能把握住机会 改变自己的命运 从一名普通的打工仔 变成老板 法拉利第一次见识赛车 是在10岁的时候 刺激的比赛 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因为家庭陷入困境 他不得不四处打工过活 在消防部门当学徒 在车床加工学校当学徒 在炮壳小工厂当学徒 后来他又应征入伍 在环境最艰苦的地方作战 曾染上重病 差点丧命 在收容所里 法拉利清楚地听到 隔壁钉棺材板的声音 一战期间 由于父亲和哥哥相继去世 法拉利早早尝尽了人生冷暖 这迫使他学会直面困难 解决实际问题 并努力寻找机会 改变自己的命运 这正是企业家需要的基本素质 战后 法拉利来到都陵 凭借驾驶技术 进入阿尔法 罗密欧汽车公司 开始了长达20年的工作 刚进公司时 法拉利只是一名试车员 由于技术过硬 很快被阿尔法赛车队 吸收为赛车手 成为赛车手的第一年 他就在意大利最著名的塔格 佛罗热公路赛上 取得了第二名的佳绩 除了开赛车 法拉利还有一个身份 汽车销售员 他善于交际 经常与三教九流的人士打交道 凭借出色的社交能力 和强大的说服力 很快成了汽车业内有名的代理商 一边推销汽车 一边跟随公司车队 参加各种比赛 因此认识了很多名流显贵 为他后来成立自己的车队 独立发展创造了条件 1929年 阿尔法公司觉得赛车的市场太小了 于是将这块业务外包给了法拉利负责 并委托他去跟公司的重要客户 富有而沉迷赛车运动的卡尼阿托兄弟谈合作 法拉利很好地抓住了这个机会 他向兄弟俩提出了一个方案 大家共同出资 组建一支赛车队 法拉利负责经营 通过参加比赛 扩大品牌影响力 而且作为阿尔法公司的代理人 他可以用最优惠的价格 买到赛车 润滑油 以及各种配件 双方一拍集合 很快注册成立了一家公司 组建起一支车队 名字就叫法拉利 31岁的法拉利 从雇员一月成为 拥有独立企业的老板 尽管他的大部分业务 仍然要依赖于阿尔法公司 但已经可以根据自己的标准 雇佣职员 尤其是赛车手了 从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出 法拉利不仅有商人的逐利欲望 更有实业家的判断力和领导力 打持久战 12年实现复仇 法拉利从来不以短时速度取胜 而是靠持之以恒的耐力 和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勇气 投入战斗 在车队成立之初 他就与50名赛车手签下了合同 其中不乏当时的巨星车手 因为车队用的是阿尔法公司的赛车和配件 所以在比赛中也等于替阿尔法公司做了宣传 双方是合作共赢的关系 从1929年到1936年 法拉利车队在各种大赛中出尽了风投 参加了39场大奖赛 获得了11场冠军 为阿尔法公司成为世界跑车行业的龙头 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是到了1937年 由于法西斯主义的蔓延和经济危机的困扰 法拉利车队的经费陷入了紧张状态 法拉利和阿尔法公司之间出现了很多矛盾 为了加强对车队的控制 阿尔法购买了车队80%的股份 将其纳入自己旗下 虽然法拉利本人名义上继续行使对车队的管理权 其实却被架空了 一直以来 法拉利都负责阿尔法在赛车运动方面的所有活动 现在却必须把这些赛车以及研发和生产方案交给阿尔法 双方的关系因此闹僵 1939年9月 法拉利被效力了20年的阿尔法开除 他离开时 胸中燃烧着复仇之火 暗暗发誓 一定要打败这个老东家 根据离职协议 法拉利在四年内不得使用原车队的名字 也不能直接参加赛车活动 之后几年 法拉利一直握心尝胆 在老朋友的支持下组建工厂 研发敞篷赛车 就在他的新产品已经完成 准备东山再起的时候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所有赛车活动都陷入了停滞 为了生存 法拉利决定改航生产精密机床 战争期间 他的生意十分艰难 厂房在1944年和1945年遭到两次轰炸 但法拉利凭借强悍的意志力和不屈不挠的任性 挺过了最艰苦的几年 生产活动一直没有中断 这为他后来重返汽车行业奠定了基础 好不容易等到二战结束 法拉利马上扩大了工厂面积 并联系各位老朋友 请他们加盟自己的企业 研发新赛车 1947年 他正式组建了法拉利公司 并推出了第一辆属于自己的赛车 法拉利125 当年5月 这款赛车赢得了罗马大奖赛的胜利 法拉利公司一战成名 但要成为领头羊还需时日 又经过几年奋斗 1951年 法拉利终于实现了他盼望已久的复仇 当年7月14日 他率领车队在英国大奖赛中击败了老对头阿尔法车队 在这场比赛中 著名车手刚萨雷斯驾驶着法拉利375超越了曾经被视为不可战胜的阿尔法159 法拉利当场激动的大喊大叫 我干掉了我的亲妈 此时 据他离开阿尔法公司已经12年了 顺势而为 几十年保持长盛不衰 在时代大势面前 法拉利能看清长远方向 能屈能伸 顺潮流而动 所以在几十年中保持长盛不衰 创建公司时 法拉利的主要目的就是赢得赛车比赛 所以当时的产品全部是赛车 而且只向私人赛车手出售 但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期 小汽车开始普及 很多人有了购买跑车的需求 法拉利看清市场趋势 主动研发大众型跑车 希望用以车养车的方式 即用出售跑车所获得的利润来支持赛车业务 结果法拉利跑车大受欢迎 公司进入了黄金时代 20世纪50年代初 法拉利的产品打入了美国市场 第一家店开在纽约曼哈顿 在法拉利眼中 美国是一块新大陆 蕴藏着巨大的市场潜力 这个判断非常准确 美国市场为法拉利公司 打开了赚钱的水闸 裁员广进 直到今天仍是其营收中最大的一块 不过 到了60年代 法拉利遇到了一个强劲对手 福特汽车公司 1963年 美国民用汽车巨头福特公司的CEO亨利 福特二是想收购法拉利的跑车业务 法拉利本来有意合作 但后来福特想进一步燃止车队的生意 这下触及了法拉利的底线 在他心里 车队不仅是一项生意 更代表了意大利的民族工业水平 谈判最终破裂 双方有了积怨 福特决心打破法拉利车队的不败神话 当时的法拉利车队如日中天 从1960年到1965年包揽了六届勒芒24小时耐力赛的冠军 但在1966年 福特公司做了充分准备 旗下的GT40赛车表现出众 包揽了勒芒24小时耐力赛的前三名 结束了法拉利车队的统治地位 另外 虽然跑车很受欢迎 但毕竟市场规模较小 获利有限 时间长了 难以支持车队庞大的开销 60年代后期 法拉利公司逐渐陷入了困境 在这种局面下 法拉利做了灵活的应变 他意识到公司需要的 不仅仅是在比赛中取胜 更重要的是长期生存下去 尤其是在自己老去后 要有一个足够强大的合作者 这是公司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必然选择 战略结盟与并购 1969年 法拉利接受了本国汽车公司菲亚特的收购 将50%的股份出售给对方 条件是对方在今后的岁月里 不得干扰自己的赛车活动 这个战略性的决定 为法拉利之后的顺利发展奠定了基础 能做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 因为法拉利和菲亚特之间也是有一段恩怨的 二战结束后 一无所有的法拉利带着一封推荐信到这家公司求职 却被无情拒绝 自尊心受到很大打击 当时走出菲亚特公司的法拉利回过头 坚定地说 请你们记住我的名字 几十年后 它的名字果然成了菲亚特公司的一部分 时代的发展就是这样奇妙 在大趋势 大潮流面前 只有随机应变 顺势而为的公司才能活得更加长久 追求急速 法拉利的核心价值诞生于1987年的法拉利F40是恩佐 法拉利监督研发的最后一台公路跑车 也是公司成立40周年的县里 发布之后 恩佐、法拉利就与世长辞 这是世界上第一款 时速超过320千米的民用超级跑车 当时世界拉利锦标赛B组赛事正处在无限改装 无法无天的时代 所有厂商都使出浑身解数压榨赛车的动力 以打败对手 1981年 保时捷启动959研发计划 法拉利则推出288GTO计划 但是到1987年 因为B组赛事出现多次重大事故 国际器联取消了这个过于疯狂的赛事 所以 288GTO没有正式参加比赛 法拉利决定以288GTO的改进行为基础 研发F40 作为公司的40周年献礼之作 当时 恩佐、法拉利已经知道自己来日无多 将所有精力凝聚其中 他横空出世之时 惊人的速度确实为法拉利一生追求的急速 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法拉利在10岁的时候就迷上了赛车 梦想要造出世界上最快最漂亮的车 他甚至用木板涂上红漆 做了一辆简易的木板车 并在和小伙伴的比赛中遥遥领先 坐在这辆木板车上 他大声叫着比你们更快冲向终点的情景 让伙伴印象深刻 更快从那时起就成了他穷尽一生所追求的目标 1947年 第一辆法拉利赛车问世时 在各大赛场上称雄的是法拉利的老东家 也是老对头阿尔法公司 为了打败这个劲敌 法拉利几乎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赛车性能的提升上 几乎全年无休地工作 他招来顶尖的技术人才 夜以继日地搞研发 他曾说 我遇到过和我一样无比热爱汽车的人 但是从来没有遇到过像我这样固执的人 在满腔热情的激励下 我只专注于赛车 我没有精力 也没有时间去做其他事情 也没有其他想做的事情 1951年7月 法拉利车队在英国大奖赛中 终于第一次战胜了阿尔法车队 当时法拉利激动不已 大喊大叫 我干掉了我的亲妈 由于赛车的性能 需要在赛车场上才能得到检验 因此 法拉利一直积极参加各种大赛 既是检验 也是宣传自己公司的产品 车队也没有辜负他的期望 在1951年的麦勒米格拉尔汽车大赛上 排量4.1升的T-Po375法拉利获胜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1000千米汽车赛上 排量4.9升的T-Po410法拉利夺魁 1956年 经过法拉利改造的篮骑车 一举拿下了世界汽车竞赛的最高荣誉 一级方程式赛车 及F1的年度总冠军 这一连串的胜利奠定了法拉利 在世界车坛至高无上的地位 此后半个多世纪中 法拉利车队在全世界的赛道和公路比赛中 先后赢得了5000多次胜利 目前没有其他任何一支车队 能够在赛车领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功 前五古人的传奇 对消费者的影响是巨大的 以至于一提到法拉利 人们就想到F1霸主 非一样的速度 而要树立这种品牌内涵 就要不断地追求胜利 甚至不惜代价 在这个目标的驱动下 企业创始人必须具备钻石一样坚硬的内心 这绝非一般人所能做到的 在1952年的世界汽车大赛中 法拉利赛车曾发生惨不忍睹的事故 造成12人死亡 当时报纸激烈地指责法拉利是现代恶魔 1957年 法拉利车手在比赛中再次发生重大事故 造成驾驶员、领航员、五名儿童 十位成年人丧生 还有几十人不同程度受伤 法拉利又一次被指控为杀人犯 1961年 意大利国际汽车大奖赛上 法拉利赛车与另一辆车发生碰撞 车子被抛向人群 导致14名观众丧生 车手紧不断裂 当场死亡 法拉利再次成为众矢之地 然而 当法拉利车队不断取得辉煌战绩 一次次举起冠军奖杯时 车迷们总会忘掉发生过的悲剧 依然狂热地称呼法拉利为魔术师 因为他的赛车总是能为人们带来无与伦比的极致体验 满足大众对于胜利者 对于英雄的崇拜之情 套用一句奥运会赛场上的话 法拉利有一颗强大的心脏 在拥有超一流实力的同时 也拥有超一流的心理素质 既当得起赞美 也扛得住咒骂 这种对于极致的追求 让法拉利永不止步 当有人问他最满意自己哪款车的时候 他总是这样回答 最好的法拉利永远是下一辆 因为总是自我超越 所以难以被超越 阳刚之气 打造男人的终极梦想很多人都会问 法拉利的跑车为什么这么贵 他值钱在什么地方 的确 大众跑车品牌很多 性能卓越的也不是只有法拉利一家 但能让人们产生我和F1车王舒马赫 开的是同一个品牌想法的 还有其他选择吗 在很多人心中 能成为赛车象征的汽车品牌 只有法拉利一家 每个男人心中都有一个英雄梦 即使无法走上赛场 也会在头脑中幻想一下 站在世界之巅 受万人敬仰的感觉 跑车在某种程度上承载了这种梦想 风驰电车的体验让无数人欲罢不能 而法拉利跑车就是男性对这种欲望的终极幻想 正因如此 法拉利才会在赛车之外制造跑车 因为这一领域市场需求旺盛 市场利润巨大 他才能够实现以车养车的目的 即用出售跑车所获得的利润维持赛车的开销 经典的法拉利跑车是大红色 热烈而张扬 旗下每款车型都称得上市旷市角色 与其亮黄色的越马标志一样 一下子就能吸引住人们的眼球 似乎在告诉消费者 只有最强悍、最自信的人 才配坐在我们的车里 法拉利汽车的标志 据说也有一段英雄传奇 1920年 法拉利开始参加赛车比赛 几年后 他赢得了意大利拉文娜附近赛车场 举办的萨维奥大奖赛冠军 赛后 恩佐收到了一位母亲送来的礼物 一个越马徽章 他曾经涂装在他已过儿子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王牌飞行员 巴拉卡的飞机机身上 据说这是他击落的一架奥地利敌机上的标志 实际上是斯图加特的试灰 巴拉卡把他又涂在自己飞机的两侧作为守护图腾 老太太给法拉利讲述战争故事 希望这个图腾能给他带来好运 法拉利把越马画在赛车上 后来又请设计师进行设计 将越马改成法拉利式越马 马首高昂 马尾上扬 黄色的底色是他故乡的标志色 越马上方加的绿白红色条是意大利国旗色 有个流行的说法是 跑车对男人来说就像妻子 情人 女朋友 而法拉利的每一款车型都是不折不扣的大众情人 从青春 活泼到雍容华贵 从妩媚妖艳到狂放不羁 这匹越马像争着男人最原始的精神 对速度的渴望 对胜利的诉求 顿行越马商标 最早用在法拉利当时率领的阿尔法车队上 更像是他自己的精神图腾 为的是让更多人了解自己 法拉利公司成立初期 这个标志也只用在赛车上 跑车则使用长方形商标 但随着法拉利车队影响力的扩大 越来越多的购买者要求在跑车上加顿行商标 法拉利也摸清了消费者的需求 开始将顿行商标作为选装配件提供给买家 既然是男人的梦想 当然不会触手可及 不能像日用消费品那样时时刻刻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 在品牌包装和推广上 法拉利也刻意保持着梦想该有的高度 无论是指制媒体占主流的时代 还是互联网崛起后 法拉利都不愿意辅救媒体 事实上也不可能辅救 因为它从一开始就给公司打造了高高在上 永远被人膜拜和追逐的品牌形象 即使报纸杂志 电台电视台找上门 主动帮忙打广告的时候 法拉利公司都是拒绝的 免费的广告也不做 甚至媒体倒贴前的广告也不做 那么 法拉利公司的宣传做什么呢 只做那些专门给富豪看的产品目录手册 还有就是赛车杂志 以及赛事活动合作方的宣传册之类 很有针对性 每到车展的时候 法拉利公司都会印制很多海报 免费发放给潜在客户 法拉利的品牌宣传活动主要有五类 车展 车赛 老会员社交活动 吸引新客户的活动 新车发布会 在车展上 市场营销人员会带着老客户进行限量车的试驾 在车赛上 现场会布置一个法拉利大本营 里面有好酒 好肉 好展品 好模特 然后拉一票忠实老客户 每人开上自己的法拉利 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开到赛场看比赛 老会员的社交活动主要是聚餐 酒会 慈善拍卖 还有马球赛 自驾游等 法拉利公司都会赞助 吸引新客户的活动就多了 最常见的是 营销人员开一辆店里的车 停趴在豪华酒店 高档餐厅 顶级商场的门口 啥也不做 就在那里停趴两个小时 一定会吸引来有兴趣的人 此外 公司每年会做四次新客户试驾体验活动 一般外租一个大酒店 审核一百来个试驾申请人 活动当天拉去几辆车 让大家排队试驾 新车发布会则一般采用酒会的形式 每年一到两次 在新款车的宣传期 公司会邀请新老客户过来一堵方容 饥饿营销 把用户的购买欲望提到极致 如果一辆汽车在拍卖会上 能拍出一元人民币的天价 那十有八九是法拉利经典款 在很多资深买家心中 法拉利不仅是车 还是艺术品 不仅是艺术品 还是稀缺的珍宝 饥饿营销这个词 是近些年才出现的 但几十年前 法拉利就已经在实际中这么做了 看生产数量 就知道法拉利的顶级产品 有多么稀缺了 2002年 法拉利·Enzo问世 全球限量399辆 根本不够富豪们抢的 2013年 新旗舰车型 Law Ferrari面世 全球限量499辆 还是不够抢的 对于这种代表 自家品牌顶级品质的产品 法拉利从来没打算 在数量上满足市场 在他看来 自己的产品 不是客户 想买就能买 也不是有钱就能买的 他总会傲慢地挑剔客户 看对方是不是配得上 自己的产品 尤其是对那些顶级款式 他的限制要求很多 有钱 有背景 是基本条件 此外还要看你是不是法拉利的高级会员 是不是为这个品牌做出过贡献 比如像舒马赫那样 如果你是一般的有钱人 还得加上另一个条件 除了你想买的这款车外 你必须拥有几辆法拉利的其他款式跑车 而且购买时间还得满一定年限 时至今日 这些限购政策的门槛还是高高在上 购买任何一辆法拉利都要求有5000万元以上的资产证明 并且无不良驾驶记录 购买40周年纪念款F40要求1亿元以上资产 欧洲要求1000万欧元以上 并且是法拉利俱乐部会员 有三辆以上法拉利 想买50周年纪念款F50的话 除了以上条件外还必须拥有一辆F40 买Enzo的要求是必须拥有F40和F50 买FXX除了以上条件外 还要拥有一辆Enzo 同时有赛车执照 如果你没有的话 可以参加法拉利举办的培训班 这样一环套一环的规则 听起来就像游戏中的闯关升级 典型的饥饿营销 喜欢法拉利的富豪们 很容易沉迷其中 欲罢不能 既享受到了顶级跑车的速度和质感 也享受到了一步步征服品牌 带来的附加体验 在这场征服游戏中 想要作弊是行不通的 以法拉利Enzo为例 产品目前几乎都在超级富豪 或顶级名流手中 如果你想通过各种关系 寻找愿意内部转让的人 也是行不通的 因为法拉利还有一条规定 买家如果今后还想买法拉利Enzo 就不能有出售任何款型跑车的记录 而且下次买车的时候 必须接受法拉利的调查 换句话说 如果你买了车后又把它卖了 就会进入法拉利Enzo潜在客户的黑名单 这些规定等于人为限制法拉利产品的流通 就是告诉买主 买回家除了自己开以外 就是停在车库里供着 百年之后传给后代 或者捐给博物馆 一款跑车 不仅成了财富、地位、品位的象征 更成了准古董 成了收藏品 建立在品牌价值基础上的饥饿营销 更加促使人们追捧法拉利 每次有新款问世 都是车迷们的盛事 是买家的狂欢 因为它可能就是下一个经典 若干年后 就是收藏家们竞相争夺的瑰宝 从赛场上的热血车手 到法拉利车队的领导者 再到全世界最名贵跑车 及赛车文化的创始人 法拉利的一生是速度与激情的完美结合 是引领F1世界的赛车之父 虽然他早已去世 但他的名字仍是汽车领域最具魅力的品牌 年轻时 法拉利曾对着镜子问自己 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现在已经有了答案 法拉利逝世后 意大利总理曾经深情地说 我们失去的是一位 能够象征意大利年轻蓬勃 敢于冒险 不屈不挠 以及在技术领域锐意进取的楷模 法拉利的人生就是人类赛车业的发展史 必将被世人铭记 延伸阅读 传统而圆滑的变色龙 文颖杰恩佐 法拉利是赛车领域的天才 这一点没人否认 但在生活中 他是否也这样追求完美呢 事实或许会让你大跌眼镜 有人曾说 伟大的企业家往往才华出众 无愧于领导者称号 但在他们的私生活中 其道德水平却常常达不到平均水平 法拉利就是这样一位企业家 在亲朋好友的眼中 法拉利的本性是狂傲 固执 不可一世的 而且私生活非常混乱 用现在的话说 是个不折不扣的渣男 为什么会这样 三个字就可以找到根源 意大利 别看法拉利的赛车技术超越时代 但他自己的道德观念和家庭观念 却一直停留在19世纪的意大利 那个时代的特点 在他身上体现得非常鲜明 在法拉利出生的1898年 意大利还是一个典型的男尊女卑社会 男性在家里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要求妻子忠贞不二 沉默千功 绝对顺从 而自己则可以随意与其他女性调情 甚至在外找情妇 男人通奸一般不会受到惩罚 而女人通奸却要面临牢狱之灾 在这种社会风气下 男人拥有的女人越多 越被看成有男子气概 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中 法拉利从小就被灌输了大男子主义思想 还有其他一些意大利传统观念 都在他身上生根发芽 他逐渐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典型的意大利男人 自大 专横 沉迷美色 对自己没有任何要求 对女性却要求多多 招之吉来 挥之吉去 低眉顺眼 予取予求 还要在人前表现得幸福得像花一样 总之 要像圣母玛利亚那么完美 1923年 法拉利娶了出身农家的劳拉 加略罗为妻 但婚后 他很快就露出了本性 经常借着出差的机会到处烈焰 由于当时的意大利不允许离婚 于是法拉利的婚姻就成了典型的旧式婚姻 丈夫是个寻花问柳的暴君 妻子只能默默忍受 与劳拉结婚第九年 他们才有了一个儿子 取名迪诺 不幸的是 迪诺患有肌肉萎缩症 整个童年都在病痛中度过 身体非常虚弱 二战期间 为了躲避盟军的轰炸 法拉利的工厂 从摩德纳搬到了十英里以外的马拉内罗 在此期间 他认识了情人莱娜 拉尔迪 1945年 莱娜生下了法拉利的二儿子皮耶罗 当时迪诺已经13岁了 对于儿子 法拉利还是非常疼爱的 迪诺长大后 还曾经帮法拉利设计过一款车型 但由于体弱多病 他在1953年就去世了 年仅24岁 法拉利中年丧子 无比悲痛 每天早晨上班前 都要到迪诺的墓地看一看 但就在这期间 妻子劳拉发现了法拉利的婚外情 以及11岁大的私生子皮耶罗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 法拉利从此只要在公众面前出现 就会戴上墨镜 无论是室内还是室外 有人说他是为了缅怀英年早逝的迪诺 但是真正的原因 可能只有他本人才知道 皮耶罗一直使用母亲莱娜的姓氏 直到1978年劳拉去世后 才改姓法拉利 1988年 法拉利去世时 陪在身边的也是莱娜和皮耶罗 虽然私生活乱得一塌糊涂 但法拉利在公众面前 却总是一副绅士表现 他善于包装自己的外界形象 隐藏真实性格 展示出圆滑老道的性格 和强大的社交能力 在这方面 他信奉意大利传统的为人处事方式 老于世故 善于恭维奉承 说话拐弯抹角 滴水不漏 总能借助贵人的力量实现飞跃 法拉利之所以能成为赛车手 就是因为在酒吧里 认识了一家汽车公司的首席试车员乌哥 西沃奇 后者带他入行 并为他提供了不断参加比赛的机会 进入阿尔法 罗密欧公司后 法拉利在跟各色人等打交道时 表现出来的老到远超同龄人 这让他在公司的内部政治中游刃有余 越马标志的来历 也和法拉利的人脉有关 据他自己回忆 1923年 他赢得一次比赛后 惊人介绍 认识了巴拉卡伯爵夫人 其儿子是已故的空军王牌飞行员 这位伯爵夫人对法拉利建议 恩佐 你可以把我儿子飞机上的月马标志 用在你的汽车上 他会给你带来好运气 那匹马是黑色的 法拉利找了艺术家重新设计 加上了黄色背景 后来名扬天下 但也有人考证说 月马标志是法拉利在1932年才得到的 伯爵夫人的故事是一次精心的品牌包装 但不管怎样 这个享誉世界的商标的诞生 离不开法拉利的人际网络 1961年 法拉利写了一本自传 但外界评价并不高 认为虽有华丽的文笔 却充满了自我中心主义 这种满是华丽辞早的写作手法 非常具有目的性 甚至带有一定的欺骗性 目的是塑造一个虚构的完美形象 有评论者认为 法拉利的自传里所讲的内容都不足为信 直到去世 法拉利的为人处事都受到传统观念的禁锢 从不直截了当 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 商务谈判对他来说 就像精心排练过的戏剧 知道何时奉承 何时威胁 何时假笑 何时发怒 就像变色龙一样 只有最亲密的朋友 才见过私底下真实的法拉利 粗俗 吹牛 暴躁 底层社会的背景 就像前额上的次字一样 清晰可见 随着年纪的增长 他现身公众场合越来越少 仅限于一些精心安排的新闻发布会 他真正的朋友屈指可数 只有一些长期合作的 绝对忠诚的商业伙伴 除此之外 对于众多有求于他的人 溜须拍马的人 客户 狂热的粉丝和赛车手 他都抱以极大的冷漠 从看不见的宝座上诗衣小会 提出警告 实施惩罚或解决争端 一个亲密的朋友曾经说 我想 他谁都不曾喜欢 真实的法拉利 就像一个双重性格的人 有时散发出迷人的魅力 显得无比高雅 有时又变得非常狡猾 时而用甜言蜜语去讨人欢心 时而勃然大怒 去辱骂他人 他也兼具了生意人 必须拥有的特性 善于辞令 充满投机智慧 并对手毫无还击之力 专家点评 永不止步的力量 北京大学领导力研究中心创始人 杨思卓恩佐 法拉利 1898年2月18日 至1988年8月14日 法拉利汽车公司的创始人 世界赛车之父 主导赛车界近70年 他所产制的汽车 曾赢得世界各地的5000多项赛事 在跑车和赛车制造业 享有领导者的胜誉 如果用一个关键词 来概括一下法拉利和法拉利王国的话 那就是 永不止步 恩佐 法拉利避其一生 致力提高赛车的性能 以不断夺取桂冠 1947年 恩佐 法拉利创立了法拉利公司 并生产出第一辆法拉利125S汽车 这被看作是现代赛车文化的起源 并从此由他主宰 直到1988年去世 他赢得了14次勒芒24小时 纳利赛冠军和9次F1总冠军 法拉利的名字 已经成为世界赛车史上的里程碑 法拉利的赛车基因来自他的父亲 阿勒法多·Delfredo 他不仅是一个记忆超群的铸铁好手 而且是一个如恩佐 法拉利一样的赛车迷 在法拉利10岁那年 父亲带他到波伦亚观看了一场汽车比赛 赛车场那极惊险 刺激于一体的惊心动魄的场面深深地吸引了他 他盼望着自己也能成为一名优秀赛车手 13岁那年 他在父亲的教导下 开始成为一个小赛车手 从此 他与汽车结下77年的不解之缘 幸运总是伴随着坎坷 1916年 法拉利的父亲因病去世 不久 战争又夺去其兄的性命 他本人也不得不应征入伍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退役以后 20岁的恩佐 法拉利面临人生的第一次重创 父亲曾经苦心经营的家庭作坊是钢铁厂 关门停产 家庭生活状况直线下降 他梦寐以求成为汽车制造厂员工的愿望 却因菲亚特汽车制造公司Fiat的冷酷拒绝而化为泡影 但是 挑战者不会任命 他在22岁那年的大奖赛中夺得亚军 并得到了阿尔法 罗密欧汽车老板的垂青 成为一名最危险也最刺激的试车员 49岁那年 法拉利创建了自己的汽车制造厂 第一辆车 他以自己的名字进行命名 法拉利Tipo 125 以跳马图为商标 在以后的三年时间里 法拉利又相继生产了Tipo 166 Tipo 195 Tipo 212 Tipo 225等赛车 赛车好不好 赛场见高低 因此 法拉利积极参加各种汽车大赛 借以检验传播 法拉利赛车没有辜负他的期望 先后夺得过多项桂冠 1956年 法拉利的篮骑车一举夺得了世界汽车竞赛的最高荣誉 一级方程式赛车年度总冠军 接下来 他主导赛车界近70年 他所制造的汽车曾赢得世界各地的5000多项赛事 而且曾经囊括25项世界冠军 让法拉利赛车登上了世界赛车之王的地位 09N左 法拉利 月马永不止步 已分享完毕 请您收听下一章节 使小艾尔弗雷德 斯隆 最伟大的CEO的超越知道